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数学节,杨老师要教同学们 认识时钟和电子表的分钟。 认识时钟和电子表的分钟。 同学们,这个是时钟的钟面。 短针是时针,时针指的是小时。 长的是分针,分针指的是分钟。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分针移动到一时, 不是一分钟,而是五分钟。 为什么是五分钟呢? 因为分针移动了五个。 我们大家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所以是五分钟。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题。 当分针由十二移动到一时,是一个号码,所以是五分钟。 由一移动到二时,是五分钟。 再由二移动到三的时候,再加五分钟。 再由三移动到四的时候,我们又再加五分钟。 所以,一共移动了四次门。 现在老师要教同学们用连加法。 首先,我们把五写下来。 第一个,五,加第二个,五,再加第三个,五,再加第四个,五。 一共等于多少呢? 答案是等于二十。 同学们,除了连加法,我们也可以用成。 首先我们看,分针由十二移动到一时,是五分钟。 所以我们把五写下来。 然后,分针移动到哪里呢? 是移动到四。 所以我们把四写下来。 所以,五乘以四等于多少呢? 五乘以四是二十。 所以,答案是等于二十分钟。 同学们,这个是电子表。 电子表的时间又要怎样看呢? 同学们,记得点的前面是小时。 所以,这边零六就等于六小时,就是六点。 然后,点的后面是分钟。 这边五十分钟就写成五十分。 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是六点五十分。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电子表的分钟是几分钟呢? 同学们要记得哦,分钟是在点的后面。 零五就是等于五分钟。 同学们,这个电子表的分钟是指向四十分钟。 好了,同学们,今天老师的教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见。 同学们,加油! 再见!